在解放军的军种中,二炮可谓后来居上,它成立比较晚,却最是天之骄子,何谓二炮,导弹、火箭、核武器视野,它是真正的戾气,堪比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之舰,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成立于1966年,是周总理亲自命名的,2015年,第二炮兵成为历史,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,那么,如此具有杀伤力的戾气,第二炮兵的首任司令员是谁呢? 项守志,项守志不但是首任第二炮兵司令员,而且还是唯一两次担任第二炮兵司令员的将军,他先后于1966年和1975年,两次担任第二炮兵司令员,项守志创造了一个记录,项守志是四川宣汉人,他是刘邓大军中的将领, 1955年,项守志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,1988年,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,被项守志晋升上将军衔,他还创造了另外一个奇迹,项守志于2017年去世,活了整整一百岁,聂凤志,许是有何项守志? 百岁战将有几人,这样一个传奇将领,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呢?项守志处生于1917年,所以他的战争经历,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,项守志先后担任129师连长,营长和团长,1938年,项守志担任机枪连长,从那时候起,他就掌握了力气,在想唐扑扑击战中,项守志率领机枪连队日军狂扫, 殲灭日军400多名,更重要的是,缴获了180辆日军汽车,在后来的一次伏击战中,项守志已经升任营长了,但是他的杀手键仍然是机枪连,一阵狂扫,把日军赶到了沟道里,谁知刚下过雨,沟道里全是泥,日军只好脱了脏衣服,光着屁股狼狈逃窜,项守志的爱情也是一个传奇, 他和夫人相识相恋在太行山上,却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结婚,婚礼非常简单,没有客人,没有酒席,他们对着毛主席向立下革命到底的誓言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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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